一壶茶搭起了台湾日本的情谊 2024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在普利举行 邀请台日地区地方创生以及社会创新工作者一起交流 清静永续发展协会展现在地热情 邀请与会嘉宾同游清静地区 来到关心园民宿 借由天文望远镜体验国际暗空协会认证的星空 也来到了来福居体验在地的五菜单料理 安排茶园采茶体验以及茶席品名 让大家品尝台湾茶润喉回甘的好滋味 2024年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议在我们府里举办 那我们亲近也非常荣幸 邀请了我们参加方日本这边的伙伴来亲近这边旅行 这个时候刚好采茶 那我们就带我们的日本朋友去了茶园 看整个茶的制作 另外的话亲近就是一个休闲非常舒服 不管天气 然后风景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次呢也在各个民宿里头 让日本朋友去体验一下亲近舒适的一个旅游 亲近这里我们也有相当多的朋友在这边做高山旅游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邀请他们来台湾的同时 也可以到我们亲近地区跟我们相关的业者来做一些交流 那彼此在生态旅游跟环境永续这个议题上面可以共同来做一些学习 那共同促进地方的整体永续发展 日本贵宾民们专心看着泡茶师泡茶 这次的茶席是由日月潭茶文化推广协会所准备 以在地的高山乌荣以及日月潭红茶作为品民主轴 邀请日本嘉宾体验台湾在地生活茶的轻松与自在 今天呢用我们的这个生活茶的方式 台湾的茶洗风格来招待我们今天的贵宾 让他们来体验我们的生活茶不同的一个茶洗方式 那今天喝到的是有我们的在地的亲近的高山茶 以及我们的日月潭红茶 那这两款茶呢一个是清香型一个是呢全发酵的红茶 所以香气滋味是非常不一样 那他们喝到之后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惊艳 高山茶的清香以及我们红茶的这个农存香 我是来自那个九州柳川市的梵祖的后代 那我是丽花千月香 这次呢也进到了就是这次体会那个茶的老师 然后来帮我们泡茶 我感受到台湾的茶的味道是非常香的 在每一次呢在浸泡之后的味道 大概有四次或五次以上呢 每一泡的味道都是不同的 行政院委托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举办2024亚太社会创新高峰会 邀请亚太地区13个国家产观学社114位讲者来台参与交流 清静永续发展协会更是借由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邀请贵宾体验南投高山景致 除了做好国民外交也让国际游客对南投留下美好又深刻的印象 记者张东仁仁爱香采访报道